早晨好,腿开门来,奥斯卡在上厕所 快奥斯卡,鸟鸟去 等会儿带他出去溜吧,我看 今天的天超级冷,但是超级冷 已经零下了我们这儿 绿色即将不见 马上就变成荒涂涂 很久没有看到这两只小鸟了,是不是 他在亲眼他们家阳光房里 又长大了,胖嘟嘟的,一个一个 奥斯卡每天上午起来都要过来这儿 看一看小鸟 虽然偶尔会把他的鼻子咬下 这样是其实白天的时候 给他放出来的 因为在家里边活动空间那样会更大一点 现在我都不敢开这门 一开这辆就哗就出来了 然后抓回去就要费很长时间 坐会儿你看你的小鸟 我看你 今天早收到消息 我们的新房小区要封闭 所以我赶快得回去拿电脑 不然的话视频没法做了 还得回去拿出入镇 因为那个出入镇在那个 家里边 不然的话我们的灰心房都成问题了 好像这几天这几个小区都要封 我们回家第一件事肯定就是先把电脑打包起来 鼠标拿走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家里边还有好多要浇水的 这怎么办 这花啊什么的 等封闭上几天之后这些东西都 死翘翘来了 还有这个 扫地基人刚扫完 我们得想办法给 鱼缸搞一个大一点的补水 说明我先给它先补一次 然后找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因为我们还好有自动喷零 有自动喷零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补水 这一天也消耗不了多少水 我们至少要给它准备 两三天的水拔这样 因为这两天我们这儿又静默了 然后这个什么也干不了 快递也停了 我们在直播间的设备还在快递站 也没法取 现在外边看一个人都没有 街上都没人了 这个冬天北方的地暖 一烘烤这些家具的甲圈就开始散发了 所以就白天要捂着 晚上要捂着白天过来 一开窗一透气 就完事了 这个打开 我们的砂窗也装完了 包括我们这个砂门 这个就是给夏天想开窗时候用的 包括我们这些砂窗也全部都装完了 家里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 刚过来给发了个出入证 这几天的 一户一砍 平砍每户每日出入 使用一次 这样的话就还好点 我至少能回 回到这边来 然后 今天上午才开始管控 所以我们等会去 去我们自己的小区里边 我妈那儿 那边还没开始管控 去买点菜去 我找到一个更大厚的花瓶 这个花瓶应该 可以存至少两天的水 所以即便我明天不回来 应该是补水是够用的吧 这个鱼缸靠喷淋系统 应该问题不大 顺便就当补水了 所以我们把之前那个小的补水拿出来 这个里边存的水应该是足够多的 好暂时先这样摆着 现在这边的补水解决了 它的补水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门窗 全部关起来 因为这两天搞不好下雨啊 什么的 我们又没办法回来 花草的补水 小心 找几个纯棉的时间 好把它关起来 我们把门窗关起来之后呢 把新风打开 这样让它新风还可以换空气 好一切准备完毕 这样我们就离开家了 估计这两天都回不来了 所以就先这样 问题应该是不大 主要就是它 它这个补水靠喷零 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应该一天要一厘米 我们有出门镇的话 应该还能再回来 家里边 对对对 扫地机器人我得给 把水补满 扫地机器人的手 刚好换空了 扫地机器人的水加满 补水倒掉 这样我这两天我们把它调成这个节约用水的那种清擦哈 这估计又能坚持个一两天 问题不大 好 我们用手机给它设定一下就完事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出门镇 灯关掉 家里新风开着 其实室内温度很高啊 像我们这个屋子里边现在估计能有三十度 正好给它憋一憋 把这个甲醛让它挥发一下 我们顺便把这个负离子给它打开 定时四个小时 剩负离子 臭氧不能用 臭氧用的这个 家里边这花花草草呀什么的 鱼呀要死掉 我赶紧走 因为现在小区还不敢不管空 下午开始 现在这边租车滴滴公交 包括共享弹车全部停掉 所有公共交通全部停掉 还好我们自己开车 突然的话连家都回不来 我们现在去买点蔬菜吧 以免这两天还得再出去买 太麻烦了 看看我妈他们小区有没有管控盐 连个人都没有 随便门就开了 出入自由 这边没事 买菜买菜 呦 这牌制堆是干啥呢 是干啥呢做核酸呢 好像也要封闭了 这房子是突然紧张起来 哎呀我这死了 来点尖椒 是不是 这边很容易 我这边很容易 我去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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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买菜 我去买菜 你去买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